忘記放油了 是用沙拉油嗎 難怪我覺得怎麼會那麼乾 我可以用花椒油 有沙拉油 有香油 有橄欖油 有花椒油 你們想剛確定一個就可以了 你想要用什麼油 各種油都有不同的風味 還要用花椒油 陳哥指定 那你為什麼要右手拿沙拉油 左手拿花椒油呢 因為該做還是要做 這是很成功 謝謝 很好 鍋子都已經怎麼會有鍋 好香 學長 我有個問題 陳哥那個魚片擺在 他也不切片要幹什麼 沒有 還要吃魚 你一起倒數 時間到 你都不知道 我們要做這涼飯的 你居然可以用問問的 等一下要給你用 這個就完了 這個準過 對 這個問得非常好 這個給過 可以問 他也回答你了 他要吃魚排 所以你不會切板 所以不是我的問題 沒有切 沙拉油 沙拉油 沒有 他的現在 加點水 不夠酸的 你趕快找那個 兩邊的那個 會倒完 那檸檬擠完了沒有 只不過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對 前面還有兩顆 陳哥 你們這邊進度比較慢 對 而你們魚都還沒弄 魚要弄對不對 肯定要弄 魚當然是要弄 好像是要弄 你不是要說要吃魚排 對啊 我們放生 魚排的部分就不用了 魚排看起來比較高級 對啊 謝謝 謝謝 陳哥要小心 小心喔 小心手 很利喔 小心那個 手工真好 你看 大小片都不治 你看 你看 炒菜的時候 你不要再問我們 真的 剛剛已經給你一次機會了 對 魚排也切了 章母試問一次 我問一次 然後就來排過去 是這樣 他有排的錯 只要算過去 還有五個問題可以問 你看這招不錯 對啊 謝謝 因為我問問題的 Jerry是說 你要不要放你油下去炒 好 對啊 炒菜都不用放油了 這樣也是OK的 忘記放油了 是用沙拉油嗎 難怪我覺得怎麼會那麼乾 我可以 我可以用那個花椒油 有沙拉油 有香油 有橄欖油 有花椒油 你想要用什麼油 各種油都有不同的風味 他要用花椒油 陳哥指定 那你為什麼要右手拿沙拉油 左手拿花椒油 因為該煮的還是要煮的 這次我已經煮了 很燙 很燙 謝謝 很好 鍋子哥你今天怎麼會有過 來煎炒 好香 你今天怎麼會有過來煎炒 我跟妳講 代表小天就是太淡了 你是不是最後要淋 什麼東西要淋 好香喔 我都聞到了 你會聞到那個香氣 香 香 最油溫的就好香 最燙 陳哥就是要下次要勝選了 我告訴你 我第一次都要煮的花椒油 不要以為這樣不好吃 這好香 誰以為這樣不好吃 誰 誰 不可能 好吃的 你得不得了 好吃的 我們有我們的祕方 你不知道 這裡面是不是有放蒜 有 那底部焦料會不會苦掉 對耶 又沒有花椒油 又 用花椒的苦跟口焦 不用離開 不用離開是不是 不用離開 不要來是它下面的焦料拿掉 那邊 那邊 有沒有 還是有香味 就在意有高湯倒進去的 撈掉 高湯 它等一下苦苦的 可以了吧 厲害 厲害 我們可以要加點 最後30秒 30秒 你快點時間加了 隨便切一下 隨便切兩刀 下 下 漂亮 是不是看起來亂中有 有序 我們還要加點 亂中有序 請問你的序在哪裡 憲哥 憲哥還是抓到浪料 我們現在準備了 最後的時間了 聽說要嗆油了 湯等一下就好了 這不知道放油 你的魚片 你要 你的湯越來越少了 對啊 所以接下來是 太少了 等一下 這樣三味會不會不見 你的湯已經三碗熬成一碗 對啊 你熬中間 時間重 3秒 2秒 1秒 時間到 時間到